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宣布 一种全新的新冠病毒疫苗 已经开始人体实验阶段 要将疫苗注射近30多岁的 贾斯丁体内之后查看它的免疫反应 而类似的情况将同样发生在 其他300多名志愿者身上 来感受新疫苗的巨大威力 通过这项利用自我复制 城市马链RNA的新技术 不只未来可以整个改变 全世界的疫苗生产方法 且让人振奋的是将能大幅缩短 至少18个月的传统疫苗生产流程 并且缩短到超过一半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疫苗 未来仍要经过数千次的测试 且是全球23款试验性疫苗中 少数几个专门使用RNA的疫苗之一 都在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给大家看